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轩林通敌 不仅与革命军运往来 还帮他们买管制药品 这么说来 小帅 发生什么事了 副帅说 谭轩林通敌 不仅与革命军运往来 还帮他们买管制药品 这么说来 司令部清宫宴晚上那两个革命党刺客 说不定 还真跟谭司令有关系 毒君一直让我们抓谭司令的把柄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 副帅说 探子已经查到 他们明天在外滩码头交接 要我带着陷兵去抓陷刑 毒君这是为了把功劳留给您 一旦谭轩林被抓到了把柄 他这上海司令也当不成了 到头来这位子还不是您的 看来副帅并不信任我 一直派着探子盯着谭轩林 少帅 谭轩林这个人向来狡诈 毒君这么做 也是有备无患啊 你真是肯定的 你真是肯定的 这脑袋进来 在 dlatego的话 那牵手 trust 咱俄线 你不论你 你就帮你 我居然去 就绝了 咱俄和虾程 一件事 谭司令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公务这么忙 什么公务部公务的 我这儿没有家 所以迟住啊都在司令部 不像你才大气粗的 听说你们家那老宅 占地足足十几亩啊 而且还饮了这个黄浦江的水 修了荷花池 落成了一定要请我去啊 那是自然 对了 谭司令明天有事吗 明天 明天我要出去一趟 怎么 你有事啊 没什么 本来想邀请你帮我参谋参谋 这个宾客名单到底适不适合 不不不 这个不行 这个都军府的排场我参谋不了 那希望老宅落成一事 谭司令可不要缺席啊 一定 一定奉长 你 还有事吗 我 没事 看到吗 我 稀罕 你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